讲到快捷键大家应该就直接想到复制、剪下、贴上跟重做 但这些快捷键真的有达到快捷的功能吗? 就像是贴上这个功能键来讲好了 你要同时按一下comment跟v 它就必须呈现一个很尴尬的扭曲的状态 那更别说我从用到的萤幕截图 你要按comment跟shift 然后你的右手要从滑鼠这边移过去按数字4 按完之后再回去拖曳你要截图的范围出来 那每截图一次你就要这样来回一次 我就在想说 到底有没有其他的更有效率的方法 可以去完成萤幕截图这件事情 那就在我遇到了Keychron K8 Max键盘之后 它实现了我对所有快捷键功能的期待 我现在已经可以透过一个按键 去完成Final Cut里面剪辑的流程 今天我会跟大家分享 如何去透过线上的程式重新做整理 把名义上的组合键 真正实现成为操作上的快捷键 进到Keychron Launcher 之后 我们使用USB或者是无线2.4GHz 来跟电脑做连接 接着我们到左边看到你的设备之后 点选连接 连接成功之后 就会看到一张有按键排列的键盘图示 有对应出的就是我心目中完美的键盘 除了 这个地方 究竟炸裂出一个什么样的按键 让我们继续看下去 这是我的空错范围 这是按键本人与右手负责的滑速 他们两个竟然靠得这么近 这代表我截图的时候 左手要一直来回来回来回很没有效率啊 最理想的状态就是 把这个按键的位置转移到 Cables Lock 一个我使用不到的位置 接着我们继续回到刚才的页面 键盘上方的数字代表着可使用的建成 标记信号为系统目前使用的建成 0跟2层分别是Mac跟Window的预设建成 那排列在之后的就是一个自有设定的层面 点击我们要更换的键位将其反白 接着点选下方的键位就可以完成更换 我会先把用不到的让它空白以免会受软 接着我们点击Cables Lock让它反白 然后在制定的页面可以找到荧幕截图的按钮 点击之后就成功把荧幕截图更换到Cables Lock的位置 接着我想用休眠键来替补刚刚荧幕截图 更换之后所空缺的位置 点击要更换的键位将其反白之后 在下方特殊键的分页可以找到 以及帮Mac系统预设好的Power键 点选之后就已经完成了替换 接着我们再更换可以方便辨识 应有各自功能的实体的键帽 在更换截图键之前 左手必须来回的不停的去移动才能按到截图键 现在呢 我的左手几乎都不用抬起来 就可以完成截图的工作 真的非常的方便 别忘了刚刚我们还有替换上Power键 所以只要轻轻按一下 就可以进入电脑的休眠状态 赞 这不是业配 我是发生内心的赞 接着我们再回到刚刚的隔壁 看到有一个Siri的功能 因为我平常完全没有使用到Siri 那这个在键帽上面呢 刚好有一个麦克风的图案 所以我想把它换成Final Cut的录制画外音 这个功能是Option、Command跟数字8的组合 接着我们可以使用录制聚集的功能来做设定 点选一个你想要使用的聚集的编号 那为了日后方便辨识 我们就把它重新命名为 录制画外音 点击开始录制后 我们就可以按下代表录制画外音的组合键 Option、Command与数字8 完成后我们按下停止录制 系统就会帮我们录制并且编成好代码 最后呢按下提交 接着我们回到KeyMate的页面 点击Siri将其反白之后 在下方键盘聚集的页面中 找到刚刚录制的位置 按一下就可以完成替换 接着我们回到Final Cut 来测试一下成效 按一下呢我们就可以换出 原本呢需要按三个键的组合键 真的非常方便 而且呢不会浪费这个有麦克风的键帽 虽然呢这个方式它设定非常的简单 但是它有一个数量的上限 也就是它一次只能设定15组的聚集 那有可能没办法满足你日后 对于其他按键的一些需求 那么接下来呢就让我们进阶到 能够真正实现把每个按键呢 都达到制定一功能的 也就是输入QMK Key Codes QMK Key Codes 就像是键盘的语言 透过代码转换来告诉电脑 每个按键要负责什么工作 再经由KeyMate上的Any键 来下指令给键盘 更改原按键的功能 看起来好像有点复杂 不过别担心 其实我们只要从根本的逻辑的概念 去理解QMK它设定的方式 其实呢真的一点都不困难 真的非常简单 我们所使用的快捷键 都是由Command、Shift、Option以及Ctrl 来做交替的组合 这四大指令 这四大指令 各别有一组属于自己的Key Codes 如果与其的按键Key Codes 的组合 我们就能够获得要下达给键盘的指令 例如刚刚Final Cut的录制华外音快捷键 是Option、Command以及数值8 都过转换QMK Key Codes 之后我们就会获得这一串指令 一样我们点击要更换的键位将其反白 接着我们在下面制定的页面中 找到Any键 接着我们输入刚刚转换Key Codes 获得的指令 按下Enter之后 就完成了QMK Codes的设定 接着我们回到Final Cut来做测试 点击麦克风的按键 就开启了录制华外音的功能 再按一下就可以把它关闭 这样子我们就成功的使用QMK Key Codes 透过Any键来做按键的设定 如果你希望对键盘进行更全面完整的设定 那么这个QMK Key Codes 就是你最佳选择 现在看到这个画面就是几个常用的公式 大家可以自由的去替换上 所各自要使用的Key Codes 去结合成自己想要替换的指令出来 我把QMK相关的连结放在影片的说明栏 记得再去看哦 不过这个指令就是你的快捷键的位置 不能随便乱下 因为要符合你个人使用的习惯 那接下来我去跟大家分享 我把Final Cut Pro上面的快捷键 设定到键盘上面规划的一个逻辑 我保留了这些使用度极高 在Final Cut中原本就是单键直级的指令 然后把效果属性类的功能放在左右两边的角落 再来把这些也是使用度极高的功能 个别与键盘上所显示的文字或是符号做直觉上的关联 例如提取情节就用键盘上Shift的向上箭头符号来做联想 要移动所标记的位置就用大于跟小于的箭头 标减开头与结尾就用括号 插入空隙就用分号 群组功能就用Group的自首G 凤杰就用Freeze的F 自定速度就用Speed S 运用联想的方式把剪辑过程中经常会使用到的功能 全部都制定义到键盘当中的键层一位置 最后关于键层之间的切换 我都过在凌晨把这个位置设定切换到一层 然后在一层设定切换到凌晨 不过我在一开始使用的时候有遇到了一个问题 就是常常不知道目前使用中的是哪一个键层 那为了方便识别 所以我在凌晨的这个位置设定成RGB Toggle 然后在一层的同样位置设定成空白 当我分不清楚处于哪个键层的时候 如果按下它有反应代表我在凌晨一般的模式 如果按了之后没有反应代表我在第一层的剪辑模式 那透过这样的配置呢 这可以让我在剪辑的过程更加的直觉也更加的顺畅 那就可以让我呢花更多的心思在画面跟内容上面 那大幅呢提升你剪片的一个效率 如果你想提高你工作的生产力 让你的操作更得心一手 那么这个Keychron Kpop Max的键盘呢 绝对会是值得你参考的选项 更多的产品相关的资讯呢可以上官网 或者也可以稍微期待一下我的下一支开箱影片 好 那么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 我是布莱恩 我们下支影片见 拜拜